第十五届全国大选的脚步越来越近 首相拿督斯里伊斯迈·沙比里 今天在国阵48周年庆致辞时 向各成员党发出信息 强调只要国阵做好准备 他一秒都不会拖延 会立刻解散国会 首相也表示他将会和国阵领袖 共同商讨举办全国大选的适当时机 也是沃统副主席的伊斯迈指出 要应对大选 国阵必须共同落实三项工作 以赢得民心 解散国会的消息盛销成上 如今重掌政权的国阵 在48周年庆的最大议题 离不开全国大选 尽管目前还没有人能够给出 下届大选的实际日期 但作为巫统副主席的首相 拿督斯里伊斯迈·沙比里 今天做出暗示 只要成员党准备就绪 解散国会刻不容缓 至于如何定义做好准备 首相提出了三项建议 第一 国阵必须努力实现 一流的工作文化 在伊斯迈看来 优良的工作文化 就包括团队合作 纪律和对党的忠诚 此外 他也表明 国阵有必要赢得人民的心 伊斯迈在会上指出 身为首相的他 将会确保在任期间 持续推动惠民政策 而最重要的 就是制定第15届全国大选的 胜利策略 他认为所谓的胜利战略 应该侧重在各成员党的关系 面对国阵在过去几场 补选和周选 接二连三的胜仗 伊斯迈劝请成员党 应该放圆眼光 继续赢得人民的支持和委托 而不是因此沾沾自喜 他表示 过去的选举成绩 无疑彰显了 国阵已经重获选民的信任 也证明了 国阵有能力提供政权稳定 经济繁荣和国民福祉 现阶段应该记着 第14届大选落败的黑历史 确保22个月的噩梦不再重演 首相还强调 国阵的兴衰取决于团结一致 必须确保在下届大选 以三分二的优势胜选 才能继续帮助人民 和推动国家议程 中文字幕志愿者 уп